纪本月初在柏林消费电子展上争相展示8K电视之后 韩国的LG电子和三星电子最近又在同一天 在韩国首尔各自举行了媒体说明会 以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为理由 相互贬低对方的电视产品 LG电子技术部门的负责人介绍 2018年出厂的三星电子8K电视 面板的明暗对比值曾达到90% 但在今年的产品中这一数值却降到了12% 这主要是因为三星电子为了改善电视的可视角度 贴上了特定的胶片导致相关的数值下降 LG电子称三星电子电视机的可视角度不如自己 这早已经不是秘密 技术的发展上来说 消费者们的确保存力是很难的 安心和购买和收入的就是 同一天下午三星电子也在首尔举行8K画质说明会 回击了LG电子的说法 三星电子强调明暗对比值的概念是在1927年提出的 90多年过去了 这一指标不再适合当今的高像素显示器 更何况电视的画质需要从像素的数量 图像处理技术等多方面进行综合性评价 仅就一个指标来讨论毫无意义 三星电子还指出了LG电子8K QLED电视的缺点 表示电视在播放8K摄像机拍摄的图像和视频时 画面会出现卡顿 아마 지금 계속해서8K라든가 이런 것들이 나오면서 아직 시장에서 확립이 안 되다 보니까 새로운 기준이 나오고 있는 것은 맞는 것 같습니다 화질이라는 것을 하나가 좋기 때문에 전체를 다 대변한다라고 얘기하기 참 힘든 부분이 있습니다 对于两家电子巨头的相互贬低的行为 韩国电视业界出现了很多批评的声音 相关人士指出 在日本限制对韩出口 国际贸易环境恶化 导致韩国电子产业等陷入困境的情况下 韩国的企业之间应该停止内耗性的争论 为扩大8K市场共同努力 5K市场共同努力 城 Frei